關於法洋神聖誠、港道法和《賊經法》 發覺有很多人很難去講神的恩典 講什麼時候呢?講兩講就講了人在什麼 講人面對什麼問題,跟著神怎麼幫忙,這是好的 但這就不是神本身的本質 就是人聽神話之後有神的幫助,這兩樣不同 譬如說,有一個人很好人,他很關心人,這個就是本質 有這個人說,我很困難,跟著他幫我 就是他這個個別得到幫助的名字 如果你要講那個人的本質,就是你講他 他整天都是很關心人的,很掛念人的,很祝福人的心態 那就講他的本質 但很多人講神聖誠,就講了他經歷什麼事,跟著神幫他 以及講神的本質是有分別的 是有分別的 是有分別的 為何我們要講神的本質呢? 但是我們可以講例子的 講神的本質的原因是讓人了解我們的神 真是這麼美好,這麼關心人 在他裡面充滿著憐憫 他本身就是充滿著這種愛和憐憫和體重人的心 於是他裡面發出來盡多是祝福 當人明白這件事的時候,就會對神更加接納了,更加感激了 而不是好像,我上次病,我又求耶穌幫我 耶穌真是醫我,耶穌真是很有憐憫的心 這樣就沒有講出神是怎樣的 就是講我有病,我有什麼問題 接著我求神,耶穌幫我 他就是講他經歷到的幫助 並沒有形容到神是怎樣的 就是我想大家是形容神的 我就想到一些方法是比較簡單的 就是可能大家會用一些 有兩點容易記的 第一,就是形容到神的性情和質素 第一 第二,就是神會將這種質素給人 這兩個很簡單的 就是如果我用一個例子講一下 神是聆聽人的 神是聆聽人的 祈禱會聽的 那這個質素呢 就是神自己 那些人很長期祈禱,神都聽過 講來講去都是那些事情,神都聽過 他又不聽神話 但他一直告訴神,我很慘,很慘 神都聽過 神都會一直感動他,一直幫助他 會提升他 未必按照他的方法去回應他的問題 但神會一直提升他 有些人以前都有很多怨氣 慢慢提升慢慢 變成一個不再那麼怨氣了 就是神的聆聽 跟著回應他,祝福他 跟著提升他 就是神的質素 神聆聽了 第二點 就是神將聆聽的能力賜給人 就是當人被神改變 就會開始關心人 當你關心人 他講的事情就會留心聽 當人不關心人 就沒有興趣聽 例如有時候開小鐘 我發現一件事 因為那個人講話 我就很關心他發生什麼事 於是我就一邊看著他 那個人分享就會一邊看著我 然後我問旁邊的人在做什麼 他們都在做自己的事 因為他沒有這個心 他覺得 牧師在關心他 那我是信徒 怎樣關心他 他覺得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就沒有這個動力去聆聽 但當一個人有這個心 有些人真的很有心 他都會一邊聽 還有一邊回應 那個人就會覺得 不只是牧師聽他 只是有其他人聽他 所以說到領兆租 有些人都會說 有時候不要看光他 不過我不太贊成這個方法 不要看光他 等他看光其他人 不然你就看光他 他會看光你 但我又覺得 不需要用這個方法 因為用這個方法 他就會覺得 譬如我在聽你說話 忽然間我又會這樣 那你就開始說 演藝師為什麼不太興趣 因為他今天 他覺得我的問題太小了 都對我沒有什麼興趣 我覺得有一個反效果存在 所以我不太贊成這個方法 但我想講兩句 即是講到聆聽 神需要聆聽 然後神要將聆聽的能力給人 很簡單 譬如愛 你將這個應用是什麼 神本身就是愛 就是愛 然後他就將愛人的心給人 即是他會將一些人 懂得愛人 譬如智慧 神有智慧 第二 神有智慧給人 這樣便容易說 就是神的恩典 不過有時候還會有更多 可以更加在這方面去發掘 但有時候你發掘不到 都可以由這兩個開始 我們就找一個經文 第一點 神是醫治的神 第一點是什麼 他會醫治人 他會醫治人 給醫治的能力給人 即是凡是那件事 總之他自己也有 他又給人 就這麼簡單 但你還可以發揮更多 你可以再想 譬如醫治 大家還可以說多些什麼 是的 他的醫治是出於憐憫的 你可以 即是神的恩典 是說出來 亦都說出來 又想想和人有什麼掛勾 如何掛勾呢 通常有病的人 的感覺是怎樣 痛苦 那會憐憫和醫治 有什麼可以令到這些人 得到幫助呢 你再說一次 將人從痛苦當中釋放出來 是的 即是神就會憐憫這些人 看見他這麼痛苦 而我們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幫助 對比 因為這是一個額外的點 其實額外的點就是需要你去操練 就是一個人在病裡會有孤單 病的人也很多時候會有什麼感覺 覺得其他人會覺得他什麼呢 覺得他是負累 覺得他好像很多人照顧他 但是神永遠是怎樣呢 連吻他的 永遠都是祝福他的 會提升他的 會安慰他的 所以這就看到有連吻在內 而神的醫治 往往是包括什麼呢 大聲一點說 心靈和神 身體 即是說他的病人都會有心靈的痛苦 神又醫治他的身體又醫治他的心靈 這些就是一些額外的要點 大家知道這樣去想 然後應用就可以說到 我怎樣慘 之前怎樣病痛 然後神醫治我 這個就可以有個人經歷 首先說到神 醫治人的時候 他一看到他人的痛苦 他的憐憫的心 這樣很多 如果我們講一個醫治的 譬如說 我們有機會去做一個醫治的聚會 無論是本地或者宣教 我們怎樣去講這個訊息呢 我們可以用憐憫入手 有病的人是怎樣的 不如這樣 現在讓你們去想一想 這樣就去講了 在講的時候 儘量多些感情 多些信心 放心 放鬆出來講一下 不用怕的 大家都是同輩而已 不要緊的 不用想到講得多原理 講得不夠 不要緊的 看看怎樣能夠 我們現在 假設將要做一個醫治聚會 你怎樣說法 令到聽的人 聽到神的那種聖程 嘩 真是很 很喜歡 很羥慕 那就會很想得到醫治了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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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